台湾男演员安智杰与混血模特Jessica C 因为在2014年拍电影《师辰》而交往 两人交往后经常公开大赛恩爱 今年7月中 Jessica去恒店拍电视剧《怒海红尘》 开机一个多月后才发现自己怀孕 安智杰知道后立即到恒店陪女友开工 上周安智杰跟Jessica一起出席活动 期间两人不肯说明Jessica已经怀孕的事情 但被问到两人的婚事时 安智杰就表示会有所安排 最后两人就去了马尔代夫度假 结果安智杰在抵达酒店前已经跟酒店沟通好 在抵达的当晚试完浪漫的海边煮光晚餐后 安智杰拿出戒指求婚 结果Jessica含泪答应 就连一直以硬朗形象著名的安智杰都忍不住落泪 安智杰终于跟女友开花结果 反观当年跟她曾经爱得如胶似心 更一度谈婚论嫁的谢婷婷 跟安智杰分手后 谈了一个男友最后还是分手 目前还处在单身的状态 谢婷婷在回应港媒查询时 表示恭喜他们 祝他们幸福快乐 三回视频娱乐宝宝综合报道 台湾男演员安智杰与混血模特JessicaC 因为在2014年拍电影《师辰》而交往 两人交往后经常公开大赛恩爱 今年7月中 Jessica去恒店拍电视剧《怒海红尘》 开机一个多月后才发现自己怀孕 安智杰知道后立即到恒店陪女友开工 上周安智杰跟Jessica一起出席活动 期间两人不肯说明Jessica已经怀孕的事情 但被问到两人的婚事时 安智杰就表示会有所安排 最后两人就去了马尔代夫度假 结果安智杰在抵达酒店前 已经跟酒店沟通好 在抵达的当晚 试完浪漫的海边煮光晚餐后 安智杰拿出戒指求婚 结果Jessica含泪答应 就连一直以硬朗形象著名的安智杰 都忍不住落泪 安智杰终于跟女友开花结果 反观当年跟他曾经爱的乳胶似漆 更一度谈婚论嫁的谢婷婷 跟安智杰分手后 谈了一个男友 最后还是分手 目前还处在单身的状态 谢婷婷在回应港媒查询时 表示恭喜他们 祝他们幸福快乐 三回视频 娱乐宝宝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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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